大家好 我是田园阿婆 最近温哥华超市里看到了新鲜的飞鱼 鱼营养价值很高 但个体小比较难处理 今天分享一些怎么样做又简单又好吃的小翘门 先去淋 剪一刀 从这里伸进去 把肚子剪开 顶在这里 剪到尾巴这里 现在给它粘开 粘开完以后 从这里 这个地方 其实它很嫩的骨头 一揪就断了 揪完以后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手给它拽一下 整个就脱下来了 再剪掉鱼尾鱼翅 快快的冲洗一下 厨房子擦干 擦干 第一个小翘门 先用盐腌一下 煎的会更酥 我这里六七只飞鱼用了一小匙的盐 只要腌半个小时 下锅前再用厨房子 把鱼身上的水分再擦一次 第二个小翘门 就是煎的时候 我们用不粘锅 不容易破碎 鱼要先马上整齐 用中等偏高一点的火力 始终不要去动它 因为这个鱼非常的嫩 减少翻面的机会 一直到底部呈现金黄酥脆的状态 再去翻就很容易 两面都煎到酥脆的时候 再把火力转到中等偏小 慢慢的煎 一直煎到整个鱼身完全的酥透 因为火力比较小 可以比较长时间煎 它不会焦和 第四个 不要裹粉 裹粉只能让外皮酥脆 里面的骨头呢 达不到酥脆的状态 这个小鱼如果把骨头煎酥了 它就非常的好吃 尾巴部分可以直接吃 连骨头都吃进去 包括这个头 都是酥脆可以下入口 也很补盖 中间这一块肉比较厚 需要我们稍微把骨头剔掉 你看 两边一掰 这个一提 它连细骨都出来了 待会你再花一点时间 把更细的骨拿掉就行了 好吧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的生活小窍门 关注田园生活分享副频道 来 拿去咯